大家好,這是GZ,你的東方風鼓 今天我給大家來表演一個現場做beats 好,我要開始了 完全沒有做beats的靈感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youtube找找靈感吧 我不是今天要做beats嗎? 昨天虛度的一天,我總結了一下 我沒做出來beats的原因就是因為電腦上面的誘惑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打算用iPad來做音樂 好的,首先打開我在iPad上面的宿主BeamMaker 3 打開一個新工程 今天已經是沒有做beats的第三天了 我決定拋開一切電子產品,拒絕他們的誘惑 用最原始的方式來編曲 我好像不會彈吉他 以上呢,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工作狀態了 那即使我剛剛演的稍微有一點誇張 但其實類似的事情在我的日常是非常常見的 其實常常這個時候我都會想 如果有一台專門拿來做音樂的機器 不能打遊戲也不能看視頻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專注的在上面做音樂了呢? 事實是,我是有這樣的機器的 比如說我非常喜歡的OP1和OPZ 這兩款機器就是可以獨立編曲的兩台機器 但是呢,無論是OP1、OPZ 或者是我身後放的這台MPC2000XL 他們都有不同的缺點 比如說OP1和OPZ 雖然他們的功能也都非常強大 但是如果你想在上面做一首成品的歌曲的話 依然是一件非常繁瑣且複雜的事情 就更不用說我身後的這台MPC2000XL 連切片採樣花費的時間 都是我們在電腦上或者在其他設備上的幾倍 已經是2020年了 我們當然需要的是更高效的操作方式 但同時又能為我們帶來完整且豐富的編曲體驗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老朋友Native Instruments 他們推出了一台獨立硬件Machine Plus 大家看看這個Machine Plus Machine Plus NI的工業設計呢 我其實在介紹他們不同的產品的時候 已經誇了好多遍了 我真的不想再誇了 這次Machine Plus做了這個金屬外殼之後呢 確實是整個的B格和科技感都提升了很多 以及它的這些旋鈕手感真的是爆炸 手感爆炸 而且旋鈕全部換成了金屬材質 這個四項的搖桿加旋鈕呢 也做了一些調整 在手感上面舒服了很多 其他的骨墊和按鍵呢沒有改變 但是用過Machine的人都已經知道 他們有多麼的牛皮 接下來就說一說 我為什麼要把Machine Plus一通爆吹 首先呢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是一台可以脫離電腦來獨立操作的硬件設備 一台Stand alone的設備 這就意味著你不需要再動鼠標和鍵盤 可以在它上面完成一整套你的編曲流程 從彩樣到編解鼓組編寫和弦等等 都可以在它身上完成 剛拿到的時候我也會擔心 如果是純硬件操作 那麼在操作步驟上會不會變得很累很繁瑣等等 但是當我體驗過一輪之後 我的擔心完全被拋下了 下面我來講一下 為什麼我對它能夠完成一套完整的編曲流程 非常有信心 首先大家要明白Machine Plus和Machine 或者是Appleton Push3 這樣的硬件的差別在哪裡 以前的Machine不管是MK2、MK3 它們都是需要連接電腦 用電腦上的軟件來做所有的編曲工作的 以及Appleton Push3也是一樣的 它們都是MIDI控制器 它們發射信號給電腦 電腦在做音頻信號或者MIDI信號的處理 但是在Machine Plus上面所有的處理 所有的聲音以及MIDI信號的處理 都是在它的內部完成的 這要得益於它身體裡面內置的一顆4核的 英特爾CPU以及4G的內存 注意是4G內存 而與它打對手的MPC Live 我在這裡就不拉踩了 大家可以去自己動手查一下MPC Live的一個硬件的標準 也是得益於這顆低功耗的CPU Machine Plus可以用充電保供電工作了 它這裡有一顆15V 2.6A的一個接口 有些充電保是完全可以支撐它的 這樣你就可以真正的把它帶到戶外去做Beats 非常的方便 然後它內置有一塊32G的閃存 你可以在裡面儲存它的系統 音色等等 當然它還有一個SD卡的擴展槽 出廠的時候會自帶一張64G的SD卡 但你可以買更大的 最大是可以擴充到1T 還有一個Mic In以及一個Phone 就是耳機的接口 它們都各自帶著自己的增益 這個Mic In接口的增益 經過實測是可以非常合適的推動 我們的行業標準 SM58這樣的動圈麥克風的 同時如果需要錄製吉他這樣的高主抗樂器 也是可以插Mic In這個接口的 耳機接口的推力 也是完全可以滿足大家的日常製作需要的 新加入的這一對Media 足以保證Machine Plus 可以在你的Live Set裡面扮演一個核心的角色 你可以通過Media Out去把Media音符 發射給你外接的硬件合成器等等等等 然後再通過Line In 把合成器的聲音回錄進來 那麼你所有的操作 就只需要在Machine Plus上面完成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 在Machine Plus上面還有兩個USB的接口 這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你可以把自己的Media鍵盤 接在Machine Plus上面 這樣你的音符輸入 你去彈和弦或者演奏等等 都會更加的方便 除了控制器之外呢 這個接口還可以接你的移動硬盤 去拓展更多的采樣 更多的音色等等 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講到的重頭戲 硬件的支持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對於我們做音樂來說 軟件的整個生態環境以及系統 才是我們創作的核心 Machine Plus呢 其實是內置了整個我們在電腦上使用的 Machine軟件 也就是說那個軟件裡面的所有操作 在這個硬件裡面都可以完成 並且在以前我瘋狂吐槽的那個Pattern的模式 也在這一次的更新當中得到了改善 以前的Pattern是以小結為單位的 你只能以小結的模塊來做操作 當你想要從一個Pattern畫包落 畫到另一個Pattern的時候 你是無法完成這個操作的 但是在這次的更新當中呢 他們更新了Clip的模式 那Clip就是可以自由設置長短 以及調整它在整個Session當中的位置 以很好的完成各種各樣的銜接編排的工作 這個更新的意義非常重大 它讓Machine從一個紀錄靈感的工具 一個Groovebox變成了一個真正的DAW 變成了一個功能豐富且完整的數字音頻工作站 最高996 24bit的升卡 這個2.9毫秒的延遲可謂是非常驚人了 如果我剛剛說的話還不足以讓你產生WOW 這種體驗的話 那我接下來要說的話 絕對是讓你大吃一驚的 稍微有一點編曲經驗的人都知道 我們在電腦上所使用的軟音源 如果你要做出非常逼真的樂器音色的話 通常我們是會用采樣音色 那麼在所有的采樣音色當中 最著名的采樣平台是什麼 把它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必須是Contact 沒錯吧 NI旗下的Contact這個平台呢 裡面有海量的采樣音色 從鋼琴到中東到巴西 各種各樣的樂器音色 乃至我們中國的民樂 都有在Contact這個采樣平台上面出現 而Contact也是我們在日常的編曲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一樣工具 而它現在就被裝在這個小小的Machine Plus裡面 沒錯了 Machine Plus就是內置了Contact 除此之外Machine Plus還內置了WiFi模塊 你所有的激活下載等等操作 都可以通過WiFi來一鍵完成 再也不需要我們在電腦上打開軟件中心 輸入你的密碼 一步一步繁瑣的操作了 你所有帳戶內的Contact 音色等等都可以通過WiFi 直接下載到Machine Plus的硬盤裡面 如果說內置Contact 是Machine Plus的第一招殺手鐵 那麼接下來的第二招 就是它內置了Massive 就算你不完全懂得每個合成器 你也一定聽過Massive的大名 是的沒錯 像OP1這種機器 它也是內置了幾種合成器 但是有一說一 如果我們真的是想捏一個非常複雜的音色的話 在OP1上我們還是難以實現的 那麼OP1當中合成器的功能 跟我們在電腦上用的其他合成器來比較的話 那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所以如果我們想脫離電腦來做這件事的話 常常需要買動輒幾千塊的硬件合成器 但是Machine Plus完全不需要 它內置了一個完整的Massive 想想看 那可是一個強大到我們在電腦上看到它的界面的時候 都會挠頭的合成器 但它就是被裝在了這一台小小的Machine Plus上面 並且所有的參數都能夠通過這八顆旋鈕來操作 是一種真正的硬件體驗 除了Massive的Machine Plus 還內置了模擬模塊合成器的reactor 以及NI非常出色的各種效果器 比如說像ROM這樣的頂級混响 在我說完這些以後 你應該能夠理解 為什麼我說Machine是能帶給你完整且豐富的編曲體驗的 這樣一台獨立硬件 So,這就是NI在今年秋天帶給我們的一個驚喜 一台可以說是史上最強大的編曲機 採樣器、音序器、數字音頻、工作站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拿它一起來做點東西吧 然後呢 像近期的字幕製作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